大家好,我是顾外修缠 这个视频呢,咱们客观点评工程机械板块 结合个股三英重工 监视机械 下工股份 横利液压 技术分析,请过参考,不做买买一句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工程机械板块指数 那么在点评之前呢,再一次声明 像有粉丝留言 也是呢,反馈 像什么微博呀,包括呢,像B站呀 顾外修缠是不是你 一切呢,皆是假冒 皆不是 希望呢,粉丝朋友呢,能够警方商当受骗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工程机械板块指数的表达 那么怎么去定位 像今天的话,它是给出了倍量 中阳 那么很多散户 很多贵友呢,一看到放量大阳线出现 可能就会有无限的遐想 那么呢,咱们从技术的视角来讲 很多时候需要从级别 从周期的视角,就是一根阳线出现 它改变了什么 它改变不了什么 什么意思呢 像工程机械板块指数表达来讲 那么这根阳线出现 它改变的是短期的强弱 从870.77以来 这个位置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小平台的突破 从这个视角来讲 它是短周期的由弱转强的一个特征 后面的话呢,如果说震荡或者是回撤 只要说呢,不掉到这样的下方的趋势线 那么它是存在短线的一个跟踪的逻辑和节点的 那么上方的话呢,像140年均线也好 不过上方是小的平台也好 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承压的节点 就先用超跌反弹的视角去跟 那么我们来看历史上 当一个板块想要持续走强 或者说走出一大块行情 它的一些共性或者一些特征 那么我们看历史上两个周期 哪两个周期呢 在这样的一个持续下跌弱势的过程当中 其实呢,我们也会发现 中间呢,它也存在过 方量阳线 方量阳线 那么但是呢 它想要走出持续性 走出延续 咱们前面呢,讲过 尤其是对于调整非常充分 想要用趋势的眼光去看的话呢 可以用三重突破的逻辑 或者是视角 哪三重突破呢 价格上面来讲 能够实现平台突破 或者是趋势通道线的突破 这是价格层面 均线层面的话呢 例如说53,140年均线形成多多排列 量能的话呢 最重要的是量能 它能够改变前面的持续无量缩量的一种状态 实现量能的突破 那么当这样的信号出现的时候呢 它可能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才更由概率走出一些趋势性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的话呢 对应的 例如说的话 它也出现过在这个位置 出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方量 好 在这个位置也出现明显的单日方量 但是方量之后呢 后面的量呢 又没有得到持续 所以说呢 它只能视为下跌过程当中的反抽 或者是超跌反弹 所以说呢 对于当前工程机械板块指数来讲 对它的定性只是一个超跌反弹的表达而已 那么我们再看历史上另外一波 行情从若转强的表达 同样如此啊 就是呢 不同的节点 它想要走出大的一个节点 其实从价格层面来讲 三重突破的一个视角 平台突破 趋势线突破 好 例如说均线量能 后面量能得到持续了 那么呢 才是它整个板块代表的是 持续得到资金的关注和认可 那么当前对于工程机械板块 首先它值不值得关注呢 我认为是值得的 为什么呢 一调整比较充分 从1741跌到870 股价就能整个指数引销展 那么同时的话呢 MSD日开的话呢 呈现的是 绿柱面积来讲 呈现初步的这样的一个底背离 但是呢 它的趋势还是属于下跌趋势当中 并不能视为趋势走强 后面的话呢 跟踪的节点的话呢 这个位置列出呢 第一 如果说能够一段时间周期 它都不算新低了 那么冲高回落也好 震荡也好 最终不算新低 量能逐步的方大 就是它能够有的持续性 一旦的实现平台的突破 或者是均线的突破 量能的这样的一个突破 那么呢 它才可能走出趋势 那么先用超低反弹的视角去跟 然后呢 我们再从残论结构的一个观察点来看的话呢 那么从1741 那么持续对应的时间节点呢 从2021年的2月份 到2022年的4月份 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它走的仅仅是一个日线的盘整下跌 从级别上面来讲呢 它是属于日线的这样的一个盘整下跌 那么上方日线的中枢下跌 是它大周期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考察基点 据说呢 如果说给出日线的线线上 连前面的日线中枢上延都不能 中枢下延都不接触 它实际上还是容易上延日线的三连卖点 好 这是大的一个维度 那么小周期的话呢 我们来看 当前也说呢 超跌反弹下 先用小级别去跟 用5分钟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于该板块的话呢 还是存在机会点的 这个机会点列头 从901指的一个小的 临近的一个基点来看 好 线段上 线段下 线段上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回落 给出5分钟 现在回落 连前面这样的高点 940都不接触 那么对的话呢 可以把当成一个 5分钟大线段上的内山埋 如果接触了 但是呢 前提不破 那么可以当成5分钟中枢主见 所以说呢 对于工程机器来讲 当前只存在 从指数表来讲 先用5分钟 级别的买卖点 去跟即可 如果用30分钟 视角的话呢 后面给出30分钟的 线段下 回落 不破前面的低别 你可以用30分钟 级别的二买来去跟 就这个前提是不能 不破新低了 如果说破新低的话呢 那么还是属于下跌延续嘛 不破新低的前提之下 那么呢 先用5分钟级别的 买卖点去跟 如此而已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从个股层面来讲 例如像三一总工 那么像三一总工的 一个表达来讲的话呢 那么当前从 大的一个视角来讲 趋势而言 它当前的话呢 依然在140均线的 下方 那么对应的话呢 从通道线的视角来讲 它属于这样的一个 下行通道的 就是 高点和高点相连 这样的一个 反压趋势线的 下方 在下行通道内 所以它并没有 一个阳线的话呢 就是并不足以改变它的趋势而已 但是改变的是什么呢 改变的是短期的强弱 这个短期的强弱 它和工程机械板块呢 是非常相近的 从16块2 到当前这个位置 它可以把它作为小平台的突破 这个小平台突破了 像今天给出 盘中 冲击涨停 虽然说没有封住 但是这一根放量阳线的话 它改变的是短期的强弱 短期的强弱 怎么就跟了 一要么用单阳不破的视角 就是回落不破18块钱的位置 或者铁股军 可以用短线的一个视角 用5分钟级别的买卖点的视角 可以这样去跟 好 那么后面的话呢 如果这个位置不管是震荡也好 冲高也好 回落也好 只要说量呢 它可以微微放量 它也可以微微缩量 但是呢 整体来讲 只要说量堆能够保持住 那么呢 后面它才有可能进一步走强 好 那么我们用5分钟的一个视级别 来进观察的话呢 对应的 当前的一个跟踪界点就比较简单 例如说 前面高点的一个位置 17块8 如果说呢 给出5分钟线段回落 17块8的位置都不接触 那么对应呢 可以当做5分钟 大线段上的三埋 来进行应对和处理 至于说 它能不能不断的生长 不断的走出 就是从小级别的反弹 能不能生长出为更大级别的反弹 这是需要一步一步进行去跟的 如此而已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像建设机械 好 那么像建设机械的话呢 那么这一支个股同样如此啊 从大的一个方向上面来讲 它从31块8毛6 跌到什么呢 7块8毛7 而且呢 中间有一个长周期的横盘区间 所以说呢 从大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视角来讲 把上方 例如说从10块钱 一直到什么呢 一直到12块5 13块钱这一带 这是一个大的平台 那么在这个大的平台 没有上去之前的话呢 当前只能把它作为超跌反弹的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而已 好 那么从均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140的均线下方 那么当前呢 他只是从7块8毛7走的是一 走的是日线的一比上 一比上的话呢 那么今天也是出现这样的移动 资金的移动 资金的移动 其实对于工程基础板块呢 更多的是一种 其实呢 更多的是一种 从安全边际的一个视角 资金试探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观察和跟踪 那么对于他在讲的话呢 一个是用担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但是向上的话呢 一旦量能放量之后 又面临这样的缩量 而且呢 缩量缩得比较明显 缩得比较的连续 那么呢 又会有强转弱 好 那么从常规买卖点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对应的 例如说用5分钟的一个维度来去观察和跟踪 同样的道理 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5分钟线段向上不去追 5分钟线段下回落 不破前面高点 8块7毛8 那么可以当成5分钟的大线段上的内三买来去处理 如果说呢 接触了不破前面低点 可以当成5分钟纵纵组件 用5分钟的内5分钟的二买来去处理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回落 不管是三买还是二买 而又反弹 它不能给新高了 卖点 给新高了 但是力度衰竭了 找卖点 如此而已 好 这是建设机械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像下工股份 下工股份的话呢 是该板块当中 唯一说 唯一的 像今天呢 唯一的涨停板 风势涨停的 而且的是三天两板 那么这一次个个的话呢 可以当成该方向的短期的风向标 那么它能不能延续很重要 但是即便如此的话呢 对于当前的一个状态而言 对应的 据说明了 已经是三天两板 三天两板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向上 容易偏离武军 一旦不能连板 容易偏离武军 就说呢 观察 有些个股呢 作为风向标来观察 就是观察这个板块的人气 有没有散 有没有不断的聚集 并不见 并不代表 所有的风向标都值得去参与 什么意思呢 例如像下工股份 从当前 它的一个长周期来讲的话 它可以把它作为 从一块军贸期 它是一个大的震荡上的节奏 真的震荡上的节奏的话呢 那么对于前面的 它其实对应的 它走出过 比如说我们来看 历史上 一二三四五 像这样的一个五连板 走出来之后呢 非常的亮眼 但是呢 中间除了收板之后的第二板 它给出这样的一个回踩 半分位 低息的机会 后面的话呢 都属于大幅高开 那么涨上去的话呢 可能会后悔 这个位置没有去买进 但是呢 你要找准自己的交易模式 有些钱呢 不适合自己去赚 什么意思呢 像这样的 不给你合适的回踩的机器 直接放过就可以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会 不会经历 高位 最高位的时间呢 追进去 然后的话呢 来一波急跌 这样的风险 就可以能够远离 另外两两板之后 后面呢 高开低走 阴跌 那么当前对于 这支个股的一个表达 只是把它当成一个风向标 来进行看待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能够持续走强 该板块持有力 那么像刚才的 不管是 不管是三英重工也好 还是刚才的 监设机械也好 它可能呢 用短线的视角来讲 用五分钟基本买卖点来讲 更值得去跟踪 如果像厦门股份 下工股份 这样的个股 后面来冲高回落 还板块那部 连个掌停板都没有 那么呢 可能板块 还是属于 很弱的一种表达 弱势的一种节奏 好 但是像这类个股 什么情况下 是可以去把握的呢 很简单 从 两块六的低点以来 日线可以 运用一下结合率 可以把它当成一笔上 一笔下 当前是一笔上的 发展当中 后面呢 如果说给足回落 前面的这个高点不接触 那么呢 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同时呢 不破140的均线 量堆能够保持住 在这种情况下 回落 你可以是用这种 低线高抛的一个视角 短线的一个节奏 可以上去跟踪 如此而已 那么我再看 像恒利液压 恒利液压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的一个状态特征 有非常之明显 超跌 反弹 今天这一根阳线的话呢 它只是把过去一周的阴阳的平衡 给打破 因为今天这一根阳线的话呢 量能来讲 它是倍量 人家一个阳线的话呢 是把前面的 就是小的平台 把过去一周的这样的一个 过去一周的高点 给覆盖掉 它是属于短周期来讲 短线超短的一个视角 它是属于转强的一个迹象 但是呢 对待这个一个跟踪界点的话呢 很简单 如果说呢 震荡或者是回落 只要把前面低点 四十九块九 作为一个防守位 像上的话呢 那么上方在什么位置 在六十五元附近 一个是一百四十内军院附近 一个是前面有这么小的平台 是它的一个重要的 承压的基点 就是说呢 回落 你可以去试 就是呢 破了前面低点 给新低了 那么及时的纠错 离场 像上的话呢 接好就收 而且呢 它属于跟涨的个股 好 这是横利液压 那么从趋势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入手当中 MSD的话呢 在临轴下方 然后的话呢 当前 它的一个从 一百一十八点 一百一十八 点位以来 下跌 盘整在下跌 而且这个下跌的和前面的 下跌相比 并没有被迟 大的一个承压的基点的话呢 上方有这个平台 小的承压的基点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的 所以当前的话呢 它只是用什么视角呢 例如说在这一段的下跌当中 日线的线转下的过程当中 用三十分钟的一个维度来看 它呈现三十分钟的 底背离 好 MSD三十分钟底背离 那么当前的话呢 只能就是对于 该板块来讲 结合指数 结合个股 更多的用五分钟级别的买卖点 来去观察而已 好 那么至于一个板块能够手指数据 咱们开头就已经讲到 个股的话呢 只是去观察 当前的话呢 总体来讲咱们近期的视频 总体来讲是保持谨慎的一个态度 为什么呢 赢亏比占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呢 可能一根阳线交替出现 一根阳线啊 或者一个板块走强 但是你会发现 整体来讲是涨少跌多的 好 这是咱们讲的内容 再一次澄清 像什么 像微博上面也好 包括呢 像B站方面也好 有人冒着 孤海修缠的名义 更新 或者是福祉修缠的视频 希望大家呢 不要伤得出片 好 这咱们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就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 再见